美国前驻华大使瑞孝简和美国在台协会前处长包道格 在星期二抵达了台北 这几位美国的前政府官员 他们上个星期才在北京与中国的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会晤 那么此行到台湾是不是要为了协调两岸间的政治分歧呢 在520后的两岸局势为何会得到这么多的关切呢 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电话连线 邀请到现场为您进行分析的 是美中台问题专家美国的李世满大学教授王维正 王教授 欢迎您王教授 主持人早 王教授我们先来看看 其实就在2000年陈水扁在上任前 当时美国也曾经派了重要官员频繁的来往两岸 结果让陈水扁在就职演说里提出了所谓的四步一没有 您认为这一次美方是不是也希望他们可以达成类似这样的成果呢 我觉得这一次美国前高官王反两岸 希望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就是彼此传递对方的信息 希望不要有误判 而且希望能够传达一些美国的建议 但他不会要蔡英文一定要讲什么 目的是提供一个所谓的贷保证 就是reassurance 2000年的时候的贷保证似乎已没有 这个是一种负面的表述 基本上来讲的话 就是把北京方面最害怕的一些情形给拿掉 比如说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宣布投利等等 那这一次的话可能希望说双方还是能够找到有交集之处 所以可能美方可能会希望提出一些建议 那当然最后还是要靠蔡英文的政治智慧 比如说第一个是不是可以宣示 在就职演说的时候可以宣示伸守中华民国的宪法 那蔡英文先前讲过说 他会申告这个中华民国宪法的体制 来处理这个两样的问题 那这个的话就跟中国的外长 先前在 先前在那个PSIS的演讲的话 就会有所得的点解 第二个话就是 是否可以承认九二谈判的这个史实 还有这个求同诚意的精神 然后第三个是否可以宣示 分析两岸交流二十多年以来的成果 而且能够继续施行的现实际有的协议 甚至于可以宣示在通过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之后 新政府有意追踪新的合作的协议 那最后一个就是说 除了这些负面的这种赛保证之外 是否可以提出一些比较正面的说法 比如说可以讲一些大陆比较喜欢听的话 比如说两岸有特殊的历史文化的关系 过去是如此 现在是如此 将来也是如此 换句话讲说 如果已经很清楚 蔡英文她不会讲 不会接受九二共识 那四个字 但她也不会去挑衅 但是否能够让北京方面感觉到说 她要推动的这个政策 没有九二共识之名 但是有九二共识之实 王教授我们最后大约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 想要再继续请教您的是 我们上个星期 美国之音特别专访了九二共识的提出者 也就是前台湾陆委会主委苏启先生 那么她特别提到了 如果蔡英文在就职演说里 不提这个九二共识 因为苏启先生最近才访问了中国 她说如果蔡英文不提九二共识 两岸僵局很有可能会演变成是火车对撞 您觉得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后果吗 一分钟左右时间 是的 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天然独跟天然体格 有可能会对抗 那基本上天然独跟天然独的话 讲的是两边的心理的一个趋势 但是我觉得至于说两岸关系怎么样的话 还是一般人为 那两岸关系将来要怎么样的话 是必须要有一个重新商议的过程 我倒不会觉得那么悲观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李士满大学的王维正教授 抽空接受我们美国基因的访问 非常感谢您